好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這一段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到底這個王家 在王永慶老師離開了之後 他們家最為人所 非常熱烈討論的話題 就是他們家的真產 特別就是王文陽真產 那麼現在真的是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 經常到處的奔走 好 大家說他認前不認人 其實是背後有一個小故事 玉珍姐據說他為了要真產 因為他是王永慶的原配的養子 對 沒錯 他好像不認他自己的媽媽 成為王永慶的合法配偶 對 其實在王永慶先生的遺產官司裡頭 其實有分好幾個階段 在國內的部分 第一開始的時候王永慶先生過世 他在國內的遺產要先做分配 那個時候他就已經先 就是說其實他就已經展現了一個 就是排除 要排除三娘嘛 那排除三娘的情況 我先來解釋一下說我們現在離婚的話 就是或者是人家走了 你要怎麼分 一半的遺產先給老婆 老婆 一半嘛 剩下的部分就分給小孩 比如說他過世的時候大概有六百多億對不對 那一半的話就是王月蘭大房就是原配 原配的話就可以先拿到一半 那拿到一半之後呢 剩下的才有子女去分配 那另外我們講二房或是三房 是沒有的 是零 到過去的情況 過去所有法律上的規定是零 也就是說因為你沒有名分 你沒有名分的話 所以本來只有大房二分之一 剩下的那二分之一 才由大房跟大家一起八個子女去評分 可是這個王文陽當然後來 當然是為了說要保住自己 能夠擁有大房王月蘭的那二分之一 再加上他自己 再加上自己跟所有的子女的部分 所以他後來就 就是說只承認說 王永慶先生就是他的爸爸 只有一個配偶 那一個配偶就是王月蘭 那其他的包括他自己的生生母親 廖嬌 楊嬌女士也不是 他說他也不是 那所以李寶珠也不是 後來李寶珠才去打了一個 他確認他是配偶的訴訟 那才舉證說 他曾經在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 跟王永慶先生到香港去結婚 那在香港的時候也有儀式 所以也承認說這是一個配偶關係 所以王文陽本身是不承認的 可是到後來在遺產分配的時候 八名子女當中除了王文陽之外 其他的子女包括王文陽的其他的妹妹 然後甚至弟弟王文翔 就其他人都也接受了說 這個他們親生的這個母親 楊嬌還有李寶珠 就是三個配偶 也就是說其實三個配偶均分了 這個配偶保留分的部分 其他的再來分二分之一 那王文陽也妥協了吧 對 王文陽是因為他本來 他當然認為說 如果是大媽的二分之一 那因為他當年會成為 王家的這個準接班人 是因為這個王月蘭大媽 她沒有生小孩 她沒有生小孩的話 她自己本身是 王月蘭的兒子 她是養子 養子 法律上的關係 養子 那時候的這個王月蘭女士 她的行動已經不方便了 所以再怎麼樣她認為說 那二分之一未來 既成全還是她的 所以她為了避免 為了避免那個二分之一的保留分 被兩個媽媽 被兩個二房三房分走 所以她不承認另外她的母親 也是王詠慶的老婆 所以就不承認我媽媽也是配偶 所以就是以人之常情 你會覺得你怎麼不承認 你自己的親生媽對不對 對 高超哥裡面準備了一個 很珍貴的身份證 這個是過去王月蘭女士的身份證 身份證裡面清楚的寫 王月蘭 王詠慶 配偶就是王詠慶 所以王月蘭的身份證上面 才有王詠慶對不對 所以楊嬌跟李寶珠都沒有 楊嬌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對二房來講 他們總是認為三房 包括李寶珠 基本上 第一個 你知道嗎 王詠慶過去曾經做一個家譜 是由王家過去一個 他們一個親戚裡面寫一個族譜 這族譜裡面叫做王詠慶 他寫一個族譜裡面 就只有大房跟二房 只有大房跟二房 對 還有子女 那三房的子女 包括李寶珠沒有 不在族譜裡面 所以這也是他們一個 根深蒂固的觀念 譬如說二房 或是王詠慶認為說 我才是真正 那個 因為什麼 我們沒有在族譜裡面 對 你們都沒有在族譜 對 三房沒有在族譜裡面 第一個 她認為這樣 所以她先天性的觀念 第二個 王詠慶女是 曾經有一個 所謂的寫一個財產管理人 她財產管理人 是寫給王文洋 對 因為王文洋以前是照顧他 王詠慶 是 那以前三房 從來沒有照顧過大房 所以她 第二個東西是 她是大房的財產管理人 也是她的兒子 第三個 就牽涉到一個問題 王詠慶過世之後 本來是王詠慶跟王詠慶要合葬 按照傳統的方式合葬 三房不希望他們兩個合葬 不希望他們兩個夫妻上再快 所以現在王詠慶葬在他那裡 然後王詠慶葬站在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光當初在做協調的時候 在做家族譜 家族幕的時候 光這個角度在咬 那個步的角度 差幾度幾度都在 所以其實他們二房三房 早就已經是幫分分離心 等於說是你是你是 我是我 我就變成敵人了 那現在最新的就是很簡單 你看說官司 他是講國內的 國外的官司 那之前王文詠在香港曾經有告過 他們現在是在爭海外的一個信託 那海外的部分就很簡單 那很多對不對 那規模到底有多少 就五個 150億美金 150億美金 超過超過一美金 大概是保守估計 保守估計 那這樣是4千 5千 但5千億台幣 台幣 我聽到一個訊息是這樣 過去我聽到一個訊息 不止這5千億 中國大陸的部分 還有王詠慶個人的私產 5千億 也是差不多5千億 所以說兩個加起來 一兆 我要是王文詠 我也要去徵看看 一兆 那我過去就提到 王文詠過去是怎樣處理 這一些海外的帳戶 原本他不懂 他是請CIA的退休的情治人員 去美國去中國大陸去查 中國大陸 他靠著江美恆的系統 去找到這一些所有 這個王文詠慶 才知道說原來王家在海外 百慕達那邊有四個基金 美國一個基金 對 這個基金都好奇怪 這基金竟然有基金管理人 而且他是永久信託 但是沒有指定受益人是誰 而且那些基金還有操控 台灣的台塑士堡跟長根 所以複雜了 國外的部分 還可以操控這個股權 還有跟那個交叉之股 所以現在王文詠很清楚 你這個海外的基金 你竟然是永久信託 你沒有講受益人 好 我就拿我受益人出來了 本來他認為海外 只有王詠慶一個人 他現在不是 他現在把王詠慶拉進來了 他認為海外的東西 是王詠慶跟王詠慶 共同管理的 為什麼 因為王詠慶在這邊的二房 拿出一張 王詠慶的手譽 王詠慶的手譽就是說 我海內外的不動產部分 分給我這個大房還有二房 以及二房的 大房二房的子女 那變成王詠慶拿到這個 就好像之前他拿到 王郭月蘭那個手譽一樣 就是財產管理 就開始一場 現在開始大家要徵產的一場 海外 從海外 從國內打到海外 從海外再打到國內 對 其實現在要徵那個信託基金 那國外的信託基金是這樣 你可以讓他 這個信託基金的一個重要目的 那麼他們有著管理人 來管理那個基金 但沒有一個特定的受益 好像海外的基金是這樣 須忠哥來解釋一下 他現在拿到的那張手譽 本來他要去徵的是王詠慶的遺產 那才他爸對不對 然後現在發現 好像沒有什麼太多證據 然後王詠在又過世了 然後王詠在那邊找到的證據 反而可以輔助他去徵 他自己老爸的遺產了 其實他這個是以退為進的打法 為什麼這樣打呢 因為第一個 他當初所謂的海外的信託基金 成立是因為 有人說是王詠慶跟王詠在 兩個一起成立的 那兩個一起成立的話 你就要第一個 你就承認 如果只要有一個人說 這個所謂的信託不存在的時候 那當然就打破整個信託 對 那因為之前王詠慶 王詠慶的打法是說 要證明說不是他們設立的 但是沒辦法證明 那現在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對 是他們設立的 但是有一個人說 他其實當初要分配給別人 那分配給別人的話 那就等於打破 原先的所謂的相關的設定 所以他拿的是誰 他拿的是所謂的二房的 周遊美的王詠在給二房 周遊美的手藝 就是說他希望他也能夠分 那他也能夠分的意思是什麼 就所有的財產都能夠分 包括他當初信託的那個 所以就等於打破了說 他其實是不想信託 那不想信託 大家一起來評分 那一起來評分的話 依照王詠慶的財產的話 這個王文養一定可以分最多 對 那因為現在那些所謂的 海外的這個 百慕達信託基金裡面 受益人裡面 包括說這個三房系統 還有王詠在系統 其實沒有王文養 他那些海外基金好像有三房 可以當管理人 對 就是沒有王文養 所以他如果只要進去 只要打破這個信託關係 如果真正評分的話 他依照王詠慶遺產的分數 他是可以分最多 那那個財產到底有多少 為什麼王文養一直要爭 因為其實如果他真的爭到 那一部分的話 他搞不好會變成台塑的 大股東之一 為什麼 因為他有兩個基金 一個是在 如果現在你去查 這個台塑世保的帳上 他有兩個 一個是叫做情勢國際 一個叫萬順國際 那這兩個公司 控有台塑大概是7.16% 控有台化是10% 那其實這兩個 如果他真的拿到這些 這個股份非常驚人 那其實王文養有一系列的做法 他在今年2月2號的時候 他先告了王文淵 他告王文淵什麼 他就說 你經營的這個台化公司裡面 明明就有這兩家公司的股份 你沒有揭露出來 所以在今年的這個財報裡面 他就揭露出這兩家公司 後來發現說 原來他佔了10% 他為什麼要先告這個 就是你先把這個所有的股份 都給我清清楚楚的列出來 那列出來之後 你不覺得很奇怪 他告王文淵 後來這個王文淵這個案子沒有成立 但是後來居然他拿到了王文淵那邊 他爸爸二訪的這個首譽 那這到底是誰給他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個引人疑鬥呢 因為第一個 王文淵他現在面臨的是三房系統的擠壓 如果我跟王文淵結盟起來的時候 或許 力量比較大對不對 可以做怎樣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當初就有 中間就有非常多這種狹想空間 值得大家後續再看他們這場戲 因為我每次聽到這個王文淵在增長 我只有一個感想 就是你明知你老爸很有錢 你幹嘛當初跟他翻臉 那是沒辦法的事情 就是後來才有這麼多戲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包括後來王文在先過世的時候 他也留下了一些這個日記之類的資料 那上面有提到說 其實當年是為了保護王文淵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保護王文淵 是包括他當時處在那個位置 除了呂安妮事件之外 那他其實有很多的位置 只是對他很不利的 那其實對他很不利 其實有一點暗喻說 暗喻說這個 包括三房本身容不下 那可是現在當然這中間 就已經出去了 那中間想要再回來 現在也只能想盡辦法增產對不對 可是這個增產的過程 其實重點在於說海外 海外這150億 超過150億美元的這個信託基金 到底算不算遺產 因為算遺產他才能夠參與分配 對 那如果不算遺產 也就是說王永慶先跟王永在 當時他們做好這個 所謂的五人小組 這個是國內的部分 海外如果他做的是一個 所謂的永久公益信託 那個永久公益信託的話 如果不算遺產的話 算永久公益是屬於歸塑的海外公司 以及中國大陸的這些資金的話 那要變成遺產的可能性 其實蠻困難的 這個是王永遠自己在努力的 就是說當然他跟周遊美 兩個人的立場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分不到海外的 這150億美元 這150億的話 現在管理人裡面 兩個王文淵 王文曹 兩個王瑞華 王瑞宇 再加上一個洪文雄 洪文雄誰的人 三娘的帳房 所以這樣子加起來之後 那等於這海外龐大的資產 那他們都通通要不到 所以呢 就是說他們一定要把它視為遺產 那可是呢 現在以所有的這些信託管理的制度來說 他們認為王永慶跟王永在 當年就不把它列為遺產 叫做永久公益的話 那他是逃不回去的 所以是在這個部分的一個爭議 那這個部分爭議 你說會不會落幕很難 可能要繼續一直打下去對不對 可是呢這麼多的官司 現在有很多台塑的老陳 他們比較親近王永慶老先生就說 難怪兩位老人家可能早就遇見說 他的子女太多會有今天 所以才故意用這樣的一個布局 讓他們台塑永不分家 施忠哥你有聽過這樣的說法嗎 當然啦 因為其實王永慶先生 他當初也知道這件事 所以當初他在設計 所謂的九人小組 或是當初的五人小組中間 他就講到嘛 他是用家族是永不分家 那永不分家是永遠持有財富的 台塑的財富 但是不要去經營這個 不要去干涉到這個經營階層 那台塑不分家 那當然就有這個 類似他這樣子 信託基金的方式去這個掌管 只是說因為冒出了一個 三房跟二房 跟王永慶之間的爭鬥 那當然王永慶他 因為他不在這個裏面